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个区域的国家 因为美国的退出 都会形成一个非常的迷茫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形成的 重新回归一个全球化的供应链 这个spot chain是有了 但是市场在哪里 所以大家发现中国的参与 通过改革开放40年 现在你有巨大潜在的消费能力 如果你现在真的从出口 跟我们竞争的状态 进入到一个开放 打开中国的市场 形成一个互补的 我们提供市场输出我们中国的品牌技术 而把制造的最后的投资 这个机会留给了今天后发展的国家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参与 形成重新一个供应链闭环的状态 就是今天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 日本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 它根本不能够提供一个强大的消费市场 来解决所有国家的创造就业的机会 哪怕今天大家达到了共同的游戏规则 都不能产生利润 这个东西很好 但是一点不实惠 但是由于中国的参与情况就改变了 中国一加入舞台就变得大了 中国非常知道 这张牌是我们的优势 不管美国怎么讲 用经济牌换政治牌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不打 什么 何时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